秘密 卤好的鸭血和臭豆腐 乘以晚上桌 用筷子轻剖 油亮色泽 令人食指大动 不管是吃麻辣锅 还是卤味 鸭血都是标配 但你知道 你吃的鸭血 其实可能是 称杂鸡血做成的吗 买15件厂牌的样品 但是是分两批次来买 加起来有22件 是不可格 肇机会去年10月 开始突袭检查 从卖场到市场贩卖的鸭血制品 发现竟然有高达7成3的鸭血 混杂鸡血 但这在业界 似乎不是秘密 台湾一年鸭的产量也不多 我们业内早就知道 大概这个鸭血 都是混着就鸡血的成分在里面 养鸡协会2015年统计 台湾屠宰鸭汁 每年大约3000万汁 能做出约540万斤鸭血 但只占整体市场需求量 大约一成 而原因除了鸭子产量 供不应求 价格恐怕也是问题 鸡的话 大概是最便宜 可能是它成长时间最快 所以应该是经济的 的这个因素 根据萧鸡汇查询实价 鸡肉一台金35元 鸭肉62元 猪肉则是85元 鸡肉确实最便宜 而萧鸡汇也教学如何分辨 鸭血的颜色比鸡血深 可能带有紫色系 而鸡血通常呈现鲜红色 稠度比较稀比较淡 会想要知道 穿鸭血 对对对 不会 越好是用 对 碰调过的鸡鸭血难分辨 消息会提醒批发商 等相关厂商 应做好标示 鸡鸭血 勤血水血等等 才不会误导民众 如果是广告不实 最高会被开罚 400万元 业者千万别挂羊头 卖狗肉 三立新闻中云锐 谢谢林佳琪